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钟来强调 基于华社是马来西亚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上华裔从建国至今 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论华裔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比率剩下多少 华裔的政治话语权依然保持不变 廖钟来在马华主办的华社爱国大集会上表示 既然马来西亚华裔人口比率越来越低 华人更不应该分化和分裂 只有团结 华人才能更有效地面对挑战 才能促成国民大团结 在上两届大选 国内政治局势风起云涌 华裔在中央政府的代表权严重了滑落 已经到了不容做事的地步 我们是否愿意看到 华裔代表在中央政府完全缺席 我们的国家奉行民主 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的选择 但是 但是 各位 我们必须理智和清楚地认识到 没有足够华裔代表参与的政治体系 是不完整的 也是不健康的 因为 这不符合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多元的国情 另一方面 首相拿都斯里纳吉也表示 国政政府需要强大的华社代表 以贯彻多元种族政府的角色 我们要购买的 是一个重量的 对中国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在法律的国家的国家 是吗? 是吗? 我购买一个重量的重量的重量 如果人家的主要是否投入 如果人家的主要声就能输入 如果人家的主要声就能输入 那麽 你能输入 政策和取权的主要声 更加强烈 更加强烈 我知道人家的主要是人家的道理 这下华裔爱国大集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一万六千人出席 这下华裔爱国大集会